圣言心岛 隐秘的生命事工 在圣言心岛中 我们会把采用的经文诵读四次 让心灵透过每次的诵读 被带进不同的祷告思维中 他们是诵读反思与主对于和安息 现在请你到神面前闭上你的眼睛 放下你过去的回忆 今天与未来的计划 专注在神的同在中 请留意一下你的坐姿 让自己能放松 并调整你的呼吸 慢慢地吸气 慢慢地呼气 再来一次 慢慢地吸气 慢慢地呼气 把心中的烦恼和忧虑放下来 用想象来感受神 现在正与你同在 请你停留在此刻的宁静 与安息中 如同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 专心聆听祂 就是祂 主耶稣 现在也以爱的眼神 看着你 看着你 请你继续闭着眼睛 打开心灵的耳朵 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 神的话是活泼的 你要像第一次听到这段经文 也要相信 今天神有话对你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五福中 你已伏辟我 我要称谢祢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祢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岸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请你回想一下 经文说了些什么 当我把经文再读一遍时 请你反复思想 让整段经文 饱满在你的脑海中 不需 过多地去分架 而是让经文 自然的自然的浮现 自然的浮现 用你的心眼 去观看 去观看经文内容的动摊 我的肺腹 很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岸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当你在思想这段经文时 你有没有被某些字 去吸引 这两三个字或短句是什么 现在就请你停留在触动你的那两三个字上 他们带给你的感动是什么 他们与你近日的生活处境有什么相关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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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读一次经文时 邀请你再次留意这段经文 对你说了些什么 请你把心中的感受 我对主说一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五福中 你已伏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心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现在 请你跟主说说 经文带给你的感受 你看到自己 目前生命的状态吗 此时 请听听主的讲话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要留心的听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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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你会怎样回应主呢? 请你与主对话 请你与主对话 最需要的恩典是什么? 我现在会为你把经文再读一遍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五福中,你已伏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现在,让我们放下所有的感受 自己和意念 单单坐在主的脚前 享受主的同在 和刚才特别感动你的那些神的属性上 让主的生命充满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来遇见 可以见到 你所措断的 只能表达 因我们不能发现 我不懂 优优独播 各种 外面 你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修摩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现在 请拿出你的纸和笔 记录一下刚才的经历 写下你内心的感动 挣扎和情绪的波动 写下神曾对你的邀请 你又是如何回应他的呢 你又是如何回应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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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何一样 他没有回应他的 我以后 你又是否 你又是调习 大人 出品 你又是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